假如说是纯粹去吃粮食的话 我们要吃一斤半的粮食就够了 所以你看生产那么多粮食 需要多少土地 那个土地都是森林坎掉的 你假如说把那个牛的肉少吃以后 它那个土地释放出来 可以还原到森林的生长 那个节能减碳就非常非常大 非常有效 不只是甲烷的关系 而是说二氧化碳它也会 所以少吃肉其实是非常有效 老师我请问 像我们泰马里那时候 这种大氛烷 当时就有人说 因为暖化的关系所以造成这样 所以当然当时好像有学者出来说 因为这种局部区域 像那样等于算是一个 只是一个天气 还不算是气候 所以它并不能说就是因为 全球暖化造成这个 它这样的说法 泰马里什么事情 泰马里就是那个嘉然部落 那个八八风灾的 那个大氛烂 像这样的情况 我对八八风灾哈 我知道最近台湾的大气科学 有一次最近 其实上礼拜了 到了那个 那慧孙林场 开了三天的会 我就抓住他们每一个 有写关于摩拉克台风的 因为我们都 每个人都有发表文章嘛 我找每一个发表文章的地方 找他们那个作者 我都跟他们谈 我说你们 你们写了那么大一本 科学报告 八八风灾的 莫拉克科学报告 四百多元 里面写得非常好 我说我也都非常赞成 什么西南气流啊 什么东西啊 都很好 讲得很好 可是你们 在里面却讲了说 由于这个是一个 特殊的天气事件 很难 跟这个 气候 去 它的关系把它理清 它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到底受气候影响有多少 它并不是说没有影响 它说我们不知道 没有真正的 可是我就说 你们讲的西南气流 是造成这个 那个整个 像阿里山 台湾的西南部降雨最高 降雨非常高 我说这个西南气流 来源是哪里 当然是南海 南海上来的嘛 我说南海的海洋温度 是不是有 随全球暖化增加 他们说当然有 并且增加还比全球的平均还大 我说假设它增加一度 过去五十年增加了一度 因为全球暖化 那一度我们是知道 基本的那个物理 那个理论 说你这个海洋的温度增加一度 那个水蒸气增加7% 这个是大家都承认 他说承认 那我就说 你这个西南气流的水气增加了7% 那降雨是不是要增加 那我说我也承认假 降雨只是增加7%的话 线性关系的话 那我也就算了 我说全球暖化只影响7% 就不算什么 就算了 就算的确你们讲 看起来不是很大 可是我说我们读那个大气科学的时候 每一个教授都说 这种强降雨像台风这样的 最重要的就是水气 那并且每一个教授都跟我们讲说 水气增加跟那个降雨的强度的增加 是非线性关系 不是线性 不是7%就等你7% 而是超线性关系 每个教授都是这么讲 他们说也都有大气科学 我说我们真正不知道的是 它那个非线性到底是7%增加到10%呢 或者是7%增加到70% 这个我们不知道 我说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都知道是非线性 那 这个非线性 只要是稍微超过那个7%的2倍3倍 就变成非常重 因为你那个7% 假如变成3倍3721就变20% 假如10倍的话就70% OK 这个我们是认为是实实的 我们分析的结果是实的 所以 所以那个八八风灾 我们是蛮有信心的 就是说 它因为全球暖化 它的降雨的强度增加 增加 增加 好